OK,大家好,今天教你们怎样用这个稳定器啊 要开出来,这样子它旁边有一个button,它按push,然后才给它拉出来 等下,啊,拉出来了之后,然后你这里全部我已经稳定住了 所以你要把它解锁,解锁就是它会动来动去 然后之后,还没有开机之前,就把这个电话给放上去 我这个是沉重很好的,然后等下这里,就这里旁边有一个button,你就这样推上去 它就有青色了,然后呢,这个button呢,这个比较大力的就是上下左右 还有这两个呢,都没有用到的,这个是你有用app的时候才会用到咯 基本上就是这样用完了,它后面这里旁边 它有了打直的button呢,给我看一下啊 旁边有一个m吼,这个是打直或打横的 这两个我已经忘记了,我也没有什么用到的 所以记得小心照顾我的稳定器啊,你看啊 可以上下左右的,所以要小心哦 用完了之后,先关掉那个power,这里旁边那个button推上去 之后,把你的手机给解锁出来 然后之后,你就先把它锁回去 这些全部锁回去 锁回去了之后,才把它给折下来 然后之后,就把它放进袋咯 这个麦克风呢,如果你们有录音的话,用这个麦克风称 它后面这里有一个button下面,你插进去 然后挂在你衣服上,然后你就可以边路边讲了 除此之外,它的充电也是在这里 这个是Type-C的头的 记得小心照顾它啦 因为之前呢,我就这两个经常没有扣 所以就坏掉了 所以一定要记得把我这,这两个地方要扣起来 好好照顾它 还有,不要让它那个power开着 等下又没有手机在上面,也是会坏掉的 记得照顾它 好的